原来七威的这首成名曲《如果爱忘了》 是他唱给前女友林子军的 作为当时的公众人物 真的没有第二个人像七威这样敢说吧 我不是什么情人 我不轻易定义自己的心 他可以这样说出来 那时候的他一定是真心想给对方一个身份吧 女性也可以吗 我可以啊 我试过这种 有过这样的就是情感 能大大方方的承认爱过 真的已经很勇敢了 他们的邂逅是在2010年的一个综艺舞台上 林子军在看到七威的第一眼 就被他的魅力所深深蛰伏 那时候的他们爱得轰轰烈烈 恋爱的粉红泡泡根本藏都藏不住 林子军甚至修改了自己的个人简介 在《最爱的人》那栏上加了七威的名字 他们会一起穿情侣装 微博上全是双方的互动 更是在感情最好的时候 林子军专门把自己的车牌号改成了七威 甚至那时候两人要结婚的谣言一度传的满天飞 可他们的爱情却没有持续多长时间 随着七威的慢慢走红 他们的感情却变得越来越岌岌可危 2012年在女友安以轩的眼见下 李承炫得了参演《世界上另一个我的机会》 而七威就是这部剧的女主角 没想到的是 李承炫和七威在拍戏的过程中 因戏生情逐渐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恰好在那段时间有网友发现 林子军经常会在深夜发一些emo的动态 只光看那些文字就能感受到心痛的程度 而安以轩怕是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通过人脉捧起来的李承炫 确实给七威做了嫁衣 那时候的李承炫对七威的追求可谓是人尽皆知 不仅在综艺上隔空时爱 更是比出了七威的手势 于是没过多久 就发文称两人已是和平分手 还特意嘱咐大家不要骂七威 于是四个人的故事 两个人的开心 两个人神伤 之后的安以轩经常发一些伤感文字 林子军也默默在自己资料中最爱的人一栏里 去掉了七威的名字 就像歌词中唱的那句 越是不碰她 越是隐隐地痛在那儿 就连分手后 林子军还在担心七威可能会内疚 能够做到这样的前任 一定是真的很爱吧 2014年 七威与李承炫宣布婚讯 她与林子军的人生轨迹 也划下了清晰的分界线 如今两人的婚姻生活十分甜蜜 让不少网友羡慕得不行 一直以来 七威的快乐都不是我们能够体会到的 在传统的婚姻中 女性往往扮演着相夫教子的角色 但七威拒绝遵循这样的刻板印象 婚后坚定地选择了继续演艺事业 将家庭的重担交给了李承炫 而李承炫也甘愿暂停掉一切工作 在家当起了全职爸爸 就像他自己说的 真爱永远不是遇到的 而是养成的 七威曾经信誓旦旦地称 跨国恋情绝对不会发生在他的身上 然而当真爱降临时 一切标准都变得无关紧要了 人人都说七威上浪姐 为什么不唱如果爱忘了 这首歌一出绝对会乍翻全场 而评论区的一个评论 却道出了真相 以前唱是那种失去爱情遗憾的感觉 现在好像在用这首歌告诉别人 自己现在很幸福 或许真的是因为七威很满意 现在的生活吧 在这漫长的人生旅途中 不是说爱上了谁 人生就圆满了 真正的强大不仅在于自爱 更在于能够超越自我 去拥抱和关爱别人 请不吝点赞 击敏冰